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最近这个非常有影响的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演讲就是经济学家向松作他的一个演讲 这个向先生呢他提到当下中国的这个 经济形势这个领导层的误判的时候呢他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对民运企业家的这个 政策 那么呢这个他说直到今年11月1号国家领导人 才专门召开会议 有些人的说法是现在经济不行了又在开始讨好民运企业 那么呢这个民运企业呢一片哀鸣啊 在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我想问秦先生是不是就是 民运企业家都在说憋了这个习近平 这个是毛泽东的一句话憋了司徒雷登 现在是不是到中国跟说了别了习近平应该到这样一个阶段了 这个民运企业这个话题啊 确实是现在的情况比较惨 很多人会把这个责任全部归咎于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上面 我觉得 我自己在中国也经营民运企业超过10年 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企业规模不同的这个民运企业家朋友 我觉得首先要公众要 明确一点特别是民运企业家知道一点 整个 现在整个国际国内市场的形势是非常严谨 首先 我们企业立足于 企业运行的话是要看市场 这个市场非常糟糕 市场糟糕当然原因很多 我们后面可以慢慢分析 在市场糟糕的时候民运企业当然遇到很大挑战 比如说成本的上升 市场的萎缩 这个管理的压力的增大 对不对 那还有这个时候很多民运企业其实希望于 这个政府可以示意援手 比如说在减税 在一些政策上面可能表现更友好 然后民运企业可以增长信心 然后可以继续去 去前行 但是现实情况是 当市场萎缩 市场生意越来越难做 生成越来越难的时候 这个政府在做什么 政府做的 表面上都是在支持民运企业 说什么跟非公有制经济 跟那个国营经济是同样地位 但是民运企业在心里非常清楚 这个最近几年完全的 是叫国进民退 这个所有的社会资源 特别是银行的金融资源 全部向大 那个国营企业去靠拢 然后民运企业拿到资源的非常非常 除了一些少数的可能有权贿 介入了这些民运企业 这个明星民运企业 其实生成状况就是非常惨 就是自己自顾死活 然后自谋生路 然后在那个市场急剧变化的时候 可能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所以我们看到2018年很明显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民运企业排队去注销 然后去关闭自己的企业 我个人观察是这样 而且当他们发现说民运企业真的不行的时候 想去出台一些措施去救 这个时候说实话已经病入高荒了 说南丁点那些该死掉的民运企业 新也死掉的民运企业 爱莫不大于心死 那个基本上大家都救不活 你即使在拿所谓的资源 就是给一些钱去让他们渡过难关 到明年他们还是很难继续下去 最大的就是市场越来越恶化 消费者只没有钱去消费产品 可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恶性循环 我们看到2018年这个 中国的税数的数据和他们GDP增长数率是背离的 GDP是在下滑的 但是这个税数输入一直在增长 这个税数输入税源来自哪里 就是一些地方政府 地方的一些 就是税务机关 它完全就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地方政府 为了增长政府的利益 去合作而言 去把老百姓 把这些民意企业家 让他们补税 我接收了很多很多国内来的信息 就是民意企业家 说你之前漏税的 或者说少交税的 你必须补 不补的话就要处罚你们怎么样 甚至现在这些企业 我说的 没办法去注销企业的时候 你想注销企业 你必须把按他们税务机关 所谓的 你以前欠多少税 必须补齐 你才可以去注销 不然你想注销都不行 那如果注销都不行可能有些资金链断掉的企业家 可能只有跑路了 那跑路之后可能留下更大的烂摊子 但年底的话 可能会发现很多人工 就是工资也付不了 然后供应商的钱付不了 老板也找不到 就是这样一个 很糟糕的一个状况 谢谢 这是这个以放冰冰事件为这个起点 政府向这个演艺舰人士这个征税 是不是跟这个政府缺钱了也有关系 这个很大的背景就是中国政府 当然可能主要是地方政府 他们是缺钱实在太严重了 我们经常讲这个中国危机路线图 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古白是债务危机 这个债务危机在2017年底 整个的全中国的债务可能是超过250万亿人民币 现在2018马上到年底的这个数字 我们之前预测可能会达到300万亿 屡畅新高 中国政府当然非常紧张 特别是地方政府他们很多时候他们那个 他们自己的输资完全不平衡 就输到的税收 税费输入完全都不能满足自己的正常的支出 更不能支付他们以前欠下的贷款 然后甚至银行的利息比较糟糕的状况 那他们就想办法嘛 就是 首先去找那些 就是我们讲这个有钱人开刀嘛 有钱人像明星啊 什么编剧啊 导演这些可能相对来说高输入人群 另外一部分就是民营企业家 反而有些民营企业家就是受重创了 我相信在2018年的话 他们应该这个通过非正常手段 收集到的所谓的这个公众的财富 就是有钱人的财富 可能会在10万亿人民币左右 范冰冰贡献了四个亿 其实远远不止一个范冰冰 当然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10万亿是原水解不了进口 10万亿是解决不了他们那个债务危机的 像那个地方政府我看到公开的数据说有四五十万亿人民币 实际上可能不止 因为他们还有大量的什么城投平台 融资平台 加起来还有他们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了国有企业 加起来 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可能高达200万亿人民币 大家算算这个利息按他们就是 最低的利息按3%的优惠利息算算好了 200万亿一年的利息支出是多少 所以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2019年经济会变得更好 只会越来越惨 谢谢 所以说习近平先生说这个难以想象的惊涛骇难 不就有这个意思在里头 那么这个向先生的演讲提到这三个误判 就是这个一个经济土地统计数字的误判 一个是战略发展周期的这个误判 另外就是对民企政策的这个误判 以后呢 他开始批评中国的一些具体的经济的政策和经济决策的取向 那么第1个就是说批评当下的 这个仅仅依靠消费和第3产业的经济政策 因为这个三驾马车呢 从现在来看 它重点依赖这个消费和第3产业 然后呢 那他说这个我们有个5次消费难潮 第1次是解决温饱 第2次是新大将 第3次是信息消费 第4次是汽车 第5次是房地产 但是啊问题来了 现在 这样的5次的消费难潮 可以看到基本上都已经出在一个尾声 啊 汽车的消费在大幅度下降 房地产的消费在大幅度下降 所以你依靠这个消费来带动这个中国经济增长这个 这个战略的已经不行了 也找到镜头了 那秦先生你怎么看 好谢谢 其实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 是在我看来是最健康最好的一种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我们看到美国 美国的经济表现一直还是不错 美国消费对经济的贡献是非常非常高 老百姓 有钱就去消费 不像中国 中国老百姓 第一 手上不一定有多少钱 第2 消费的时候有很大压力 因为什么 什么都要钱 各种比如说 养老啊 要自己去存钱 然后如果突然生病了是怎么样 然后小孩教育费用是怎么样很高 所以老百姓其实就是储蓄率一直是相对来说比较高 然后对未来是没有信心 因为缺乏保障 应有了社会保障 这个公共保障 所以中国消费的贡献一直很差 当然最近几年其实消费的贡献率是有上升的 我觉得会跟中国 这个消费者的那个阶层 特别是年轻人的一个心态有关 年轻人可能 特别是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改革开放四十年 80后90后的年轻人 甚至现在00后 他们成长的阶段 都会感觉到经济是越来越好 好像中国经济水涨船高 然后他们对自己未来的信息是很足 然后敢去消费 甚至敢去透支消费 所以看看他们其实都很喜欢用信用卡 甚至很多人是月光足 然后我觉得这是对中国经济 特别从消费这个概念来看 消费上对中国经济是有很大贡献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我想讲一点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确经济取得了成绩 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蛋糕做大了 14亿人把这个蛋糕做大了 但是在分蛋糕的时候 这个广大的普通的老百姓 创造财富的人 他最后分到的财富非常非常之少 可能80%的财富都比那些 执政集团和他们的利益集团全部瓜分的 那老百姓占了这么多人口的这个大量的老百姓 是没有钱去消费的 就是钱本来分到蛋糕就很少 你可以看到有人富可敌国 有人其实是一日子人满足一个温饱 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虽然人均GDP说是有八九千美金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消费 你如果老百姓有钱就消费 那个经济自然就比较顺向的 一个正向的流转对不对 那很多老百姓在没有钱都怎么办 没有钱本来你钱本来就少 那在中国刚才向先生也提到 这个汽车消费和这个住房消费 现在在最近十年是占了整个老百姓消费里面的 很大很大一部分吧 我们老百姓可能在那个吃穿用上面 可能都会相对的是节衣缩食 但是可能会背着高负债 几十万几百万的债去买套房子 因为为什么呢 房子对中国老百姓很重要 租房的感觉很糟糕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人们的观念里面看到房子一直在涨价 认为房子这个资产是比较值得持有的 那我们看到从债务的角度来看 那刚才说中国的债务2021年底有250万亿 其中可能有50万亿这个债务都是老百姓 那个因为你买房买车然后背了这些债务 这很有意思就是负债来消费 然后已经到了一个顶峰 因为每个人的钱都是有限的 这特别是叫什么六个钱包的理论 大家是把家里所有人的钱都去付了一个属负 去买房买车的 那还要还要支付这个每个月的按揭贷款 所以它已经没有办法消费 就强弩之末这个消费对于就是再怎么透支也好 已经到了一个强弩之末的阶段 比如说2019年还想去汽车住房再去爆发 这个成为新的一个经济增长点 可能是非常非常难 这个是一个就是把老百姓的钱包全部掏空了 而且老百姓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把未来二三十年都搭进去 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现实这样子 谢谢 这个金融风险啊是您在谈中国危机路线图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机啊 那么这个危机呢在向先生这个演讲中也提到了啊 就是谈到这个 他批评这个依靠消费和 实际上是畸形的消费和第三产业啊 刚才你提的数字就是说 这个汽车和住房啊占了很大的比例 我记得大概占了百分之七八十啊 非常高啊就是中国人除了这两项以外 基本上钱呢就不敢花在别的地方了 那么你这个在一系列的这个文章啊 在我的接受的采访在你的书籍中都谈到金融危机 那么金融危机呢也是这个向先生演讲中谈到的一个问题啊 他认为这个经济 这个这个经济危机呢 金融危机呢他谈到啊 是这么说的就是说 债券融资也好 股票融资也好 在2018年都是被腰斩啊 更多的是违约啊 前三季度呢 10月份以前前三季度企业 债的违约已经超过1000个亿啊 1000个亿啊 大量的企业破产 世界500强 渤海钢铁倒下时呢 他的负债啊表面上说是1920个亿 实际上负债了2800个亿 那么还谈到地方债务 这个数字呢跟你提到的数字可能有差异 他说这个 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霍坑先生说的呢 是40个亿啊 所以这个他提供的这个信息你怎么看 40万40万亿 人大财 40万亿 对 是这样啊 向先生我觉得他是作为体制力的学者 然后在中国国内这样一个小范围的讲话 他能讲到这些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 实际上根据 就是我们非公开的有些有些人可能在国内 我们团队里面那些经济学者 他们不方便公开讲话 实际上我们认为这2018年中国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 已经自局部爆发了 刚才他提到的这些现象只是爆发的一个表现之一 我们现在看2019年会不会全面爆发 因为局部爆发的时候呢 可能他可以去掩盖 比如说股市再大跌一次 然后这个很多企业出状况 包括什么安邦啊他们政府这些接管 其实像这么大的企业 这其实就是一种大家应该敏感一点就意识到出的大问题 但是中国政府他善于掩盖 如果说这个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可能他不得不去承认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讲债务危机 我们讲个人债务好了 现在其实在2018年很明显的看到整个个人住房贷款的违约 就是就是按揭没办法付超过六月没办法付的这样的一些人是比例越来越高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传统意义上看来这个住房按揭贷款是在银行 金融企业他们资产里面是一个优良资产 在这个优良资产都面临这样的挑战 老百姓都是不得不放弃断供 放弃持有这样的一个房产的时候 大家想象这个危机是有多严重 那至于说他们国有企业这个地方政府 他们连利息都付不起 只有没有办法继续去还借薪债就还那个旧债 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呢 只是说这个几股传话的游戏 这个十个锅五个盖的游戏到什么时候是玩不赚 这个就风险是非常非常高 那作为比如说向行生他提出来这个金融风险 其实中国政府在这几年的这个正常的会议上面 他也一直在提倡一点说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其实说白一点就是要防范金融危机 这个既然他们提到防范 他们其实是非常清楚这个真实的状况 只是有些状况不太方便向公众透露 他们还是非常紧张 非常想采取一些措施去做 包括他们之前说想去杠杆 我认为说他们是这种努力 在过去三年中国政府一直在试图去杠杆 不能再加杠杆去刺激经济增长 但是发现说就业不行了 这个经济下滑的时候他们又很紧张 又慢慢的悄悄的就把这个鼠就放松了 然后继续去鼓励这个地方政府发债 你看看去年和今年 他们地方政府发债可能是几千亿人民币这样子 随着还有这个看不见的那个放水 央行在放水 那今年放了多少水到现在没止没止他们没有公开去讲放了多少水 但是这个数字其实也是天亮的 如果这个状况之下他们不继续放水 不继续用他们这种非常规的手段去刺激经济发展的话 那可能这个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在2018年可能就已经爆发了 但是他们不敢做这种选择因为这种后果 可能就像习先生说的这个叫什么惊涛骇浪 这个惊涛骇浪他们现在可能还不想这么快到来 等这个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 可能普通老百姓可能真的知道 原来2018年这个习近平主席讲的这个惊涛骇浪是这么一回事 我希望公众特别是我们的观众朋友 如果仔细看看我们明镜节目 看看我的节目 看看中央政府他们各个领导人历届的讲话 你们应该想到接下来情况会非常非常危险 谢谢 那个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啊 从这个象限的演讲中呢 他提的第一个数字就是说 国家统计书 国家的这个GDP的统计这个很惨 这个数字不是官方的数字6加几 而是1.67甚至于是负数 另外一个他提的比较惨的数字就是这个从这个股市 这个数字来看呢 股指来看呢 中国经济真惨 这是第二个中国经济惨的指标 那么这个他就问 在这里头问 就是说 你刘思瑜不是说股市的春天又来了吗 什么时候春天来啊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 比这个更悲惨的是 这个股市被搞成这个样子 你还不知道 中国政府实际上还不知道这个股市 它痛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所以说我想请这个 请先生点评一下 他的这个看法如何如何 好 谢谢 向先生这个针对中国股市的讲话有点像那个证监会开炮的意思 对啊 他这炮核非常强烈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炮核这个证监会的话会引起很多普通老百姓的共鸣 特别是股民朋友 因为很多人的血汗钱在股市里被蒸发了 实际上按照我们的观点 其实中国股市其实在2015年那次震荡之后 大家应该看清楚中国股市的一个真面目 对不对 那次那次损失可能就是更大了 数十万亿这个老百姓的血汗钱蒸发 那今年继续下跌 现在最低可能在2000上证指数在2500点左右嘛 实际情况下 中国股市从来都是中国政府坐庄在直接操控的这样的一个大赌场 那对于股市的初衷 说要把优质企业拿到股市上去 成为公众公司 让大家买他的股票来分享这个经济增长的成果 那实际上中国老百姓也非常清楚 大家都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状态 他没有说长期持有某一个股票 看好这个行业发展 看好这个企业发展 然后一起成长 大多数是在短炒 就是短期内炒一个题材或者某个企业上市之后 然后价格迅速上涨 然后它可以抛掉 然后牟利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从政府 从股市这个证监会也好 管理部门也好 还是这些上市企业也好 还是这些股民朋友也好 我觉得心态都可能都不是非常健康正确的 所以交的学费也很多 老百姓痛定吃痛之后说了很多次 就是这个股民就像韭菜一样 割了一盏就一盏 还是修养生息之后 比他们再次输割 我的建议一直是这样 我觉得在中国政府这个证监会的这些政策也好 这个透明度没有完全提升之前 大家任何时候离开股市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不存在说什么股市的春天 这明显的就是骗人的话 就是鼓励大家施肥 就是把那韭菜涨得更好 这一点我没有什么好讲了 但是我想提醒一点 如果你继续把钱放在股市里 这个现在的2500多点 其实远远不是中国股市的底 中国股市本来就跟这个经济发展是相背离的 按照中国经济现在这个状况 正常股市还要往下跌 然后在未来两年 未来两年大家听好了 有可能会在现在这个2500点这个基础上 有可能还会下跌一半 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所以1300 这非常惨 而且当然不光中国股市会出位 未来两年可能全球股市会迎来一轮新的震荡 这样子 谢谢 原来人们说房地产 原来我记得我接受经济学杨芳 大概两三年前接受我采访的时候 他说这房地产这个市场很虚 我说虚到什么程度 他说中间来一刀都还多 还多 那么你现在对股市已经跌到这个地步 你说你还要来一刀 所以说这个股市大家问问想不想进 该不该进 可是我最近有的朋友 他进去赚了很多钱 很得意 前几天还跟我吃饭说他赚了很多钱 所以这是个问题 那么关于股市的问题呢 向先生的演讲还有一个批评 就是一个股圈结构的问题 我就想探讨问问秦先生到底是什么回事 就是说你看看我们的利润结构 银行板块和房地产两个板块拿走全部利用的三分之二 1440家中小板的上市公司利润比不上一个工商银行 你看看这样的股市是个什么德行 所以说这个股市这么大家一看就有的问题 为什么就解决不了呢 这个是中国整个那个经济结构的问题 你看看中国最赚钱的企业是谁 哪些企业在赚钱 那上市公司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晴雨表 虽然它是可能相对比较好的那个企业拿去上市了 我们讲2018年中国经济很惨 这个中小的民营企业是看不到声音的 就是说你死你活没有人知道 可能那个企业知道我今天亏了很多钱 或者我的企业破产关门的 或者我老板把企业裁员了 然后我失业了 可能普通人感觉到是这个 但实际上你看看这个股市这个所谓的从股市来说 如果把它当成一张晴雨表来看的话 哪些企业在赚钱 哪些企业在亏钱 这个的确金融企业它是汗老保数的 而且在目前情况下 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对不对 那大量的这个企业你要向他们支付利息 钱都是从他们那里来的 然后低的从储户老百姓手里拿钱 然后再带给他们 对不对 看起来是很简单粗暴的这样一个牟利形式 如果我们讲到说这个中美金融开放 其实像美国这个金融业发展 经过一两百年的发展 它已经是高度发达 那比如说企业在这投资方面 它其实可以做很多 有很多盈利的 而不是简单的这种 这么简单的业务赚钱这么简单 你三个点输到了贷款 然后贷出去七个点 八个点 十个点 就是这样赚利息 这个是太简单了 就是中国的金融系统是简单粗暴 那当然如果说讲更多一点 整个上市公司怎么样 这个背后怎么操作 可以让很多这个金融企业 特别是一些背后的那些权贵家族在里面通过上市可以圈更多人的钱 那就是更黑暗的地方 向先生可能也不太敢讲在国内 实际上就是这样子 当然我想提醒一点是 在接下来两年要发生的 比如说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爆发 现在看到这金融企业赚钱 所谓工商银行赚钱 你们是赚得很好 但是你到后面你会看到说 这些企业也是在劫难逃 好日子也快到头了 因为清朝之下气又晚暖 大家可以一起拭目以待